泰迪意外发现了一个保险库 里面放的全都是美金 可当他带着美金去买东西时 却发现口袋里的钱都变成了渣渣 吓得他赶紧往回家跑 可推开保险库的大门一看 里面的美金还好好的堆在地上 于是泰迪抓起一大把钞票 打开窗户扔了出去 看着飘散在空中的美金 泰迪刚松了口气 就看到所有的钞票变成了渣渣 他不愿意相信这个噩耗 又拿出一幅世界名画 将其缓慢地放到门口 接着在他震惊的目光中 伸出门外的那部分名画 迅速开始变成渣渣 因此泰迪开始疯狂砸墙 他认为这栋房子的墙壁 一定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可砸开的墙壁里面只有电线 就在他摸不着头脑的时候 妻子准备抱着孩子出门 泰迪想要开口阻止 话到嘴边最后却犹豫了 然而妻子刚刚踏出房门 惊悚的一幕就发生了